哈囉大家好我是瓜肉 歡迎來到絕地訓練營 絕地球射M又有新玩法啦 進化戰場突然出現高科技裝甲 有飛天頓地的動力腿甲 還有增加背包內容的動力胸甲 還有一拳入滾的動力背甲 各位將在立圍合上展開一場捉摸不定的高科技對決 一般的槍戰對決已經滿足不了各位的身手了吧 到底誰才是真正的高手 我們進化戰場見真章吧 Let's go 進化戰場又迎來了一次新的進化 這次是全身裝備的動力裝甲 而戰場則是在利維科 利維科本來就是快速作戰的地圖 現在加上動力裝甲這個強力武器 想必戰況會更加激烈了吧 在開始之前我們可以注意到小地圖上有個矩陣事件 恭喜各位發現限定彩蛋啦 矩陣事件提供三個資訊給玩家 戰鬥樂區裡有豐富的物資和戰區物之鄉 幫助各位快速發育 離落地就能開始大殺特殺啦 不過戰鬥樂區顧名思義 這麼肥的地區當然會吸引許多高手來爭相搶奪 生命探測儀是非常重要的矩陣 這個能偵測敵人的儀器 讓範圍內的所有敵人無所遵行 再有這台儀器的玩家 基本上就可以熊霸一方啦 不過要小心的是 當你在接近基地台的時候 可能早就被鎖定 不管在什麼模式下 空頭都是很重要的支援 矩陣空頭中甚至可以得到隨機的裝甲 這下就是真的名副其實的滿裝了吧 當然還沒 動力裝甲可不只一套 滿地的奈米晶體和動力裝甲藍圖 就是讓你集齊滿裝的零件 集齊零件前往基地 合成動力裝甲吧 三種動力裝甲各自都有不同的效果 個人我最推薦的就是動力腿甲了 原本跳躍的動作在裝上腿甲後 遁時飛天遁地 在高速下不只讓敵人難以捉摸 也能製造自身攻擊的上下空間 給敵人一個閃電突擊 動力腿甲還能搭配動力背甲 能揮出重擊的動力背甲 搭配上飛天遁地的動力腿甲 一套行雲流水的功夫絕技就使出來了 這集遊戲還能將敵人壓在地上打 想不到吧 動力胸甲則是能大大提高背包的能量上限 各位武器收藏家可以放心的收穫戰利品 真正的滿裝後就會得到火力強大 並附帶燃燒效果的波動拳 抱歉更稱是龍洗蛋 把所有敵人燃燒殆盡吧 那萬一不幸提早結束戰鬥先別急著離開 動力裝甲模式給了你復仇的機會 在戰完後每局都有兩次的復活機會 快速回到戰場並穿上動力裝甲 加入科技裝甲的機鬥吧 利維科這張地圖本來就是節奏快速的戰鬥地圖 動力裝甲的科技讓這場大逃殺槍戰 增加了不少變速策略營用 舉例來說如果要配備動力裝甲的話 玩家們就必須要前往基地台合成裝甲了 基地台的佔據就會是至關重要的戰術 控制基地台的期間 可以充分利用生命探測儀蹲點敵人 如果是組隊的玩家可以嘗試和隊友溝通 先把資源集中在一到兩位身上 發揮最大的戰力奪取資源 再分配給其他的隊友 這樣一來裝甲部隊就成立啦 不過據點的玩家們可要小心囉 否則裝備動力推甲和動力背甲的天外飛來一拳 就要打在你臉上啦 最後提醒各位 進化戰場中科技裝甲的力量 各位小心啦 請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